唉呦聊世紀 新開年正科興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士人對上伯根地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鴻方選擇的文明是波士人 波士人最大的特色是 它的成真中心的工作效率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從黑暗時代開始就5%的加成 那波士人呢 它的其他能力是比較特別一點 他的馬弓是可以在城堡時代引發暗血人戰術的 這個效果可以搭配自己的戰象進行攻擊 例如波斯城堡時代打馬弓 針對對方槍兵還有僧侶 只要這兩個戰象大殺器被馬弓克制住之後 就可以轉出戰象 這個城堡時代戰象配馬弓的搭配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所以有機會的話我們再來細講 波斯人的後期有這個薩瓦爾騎兵 工兵的遠防特別高 非常耐打工兵 波斯人的後期主要是走這個騎兵路線 他同時是有這個薩瓦爾也有重裝駱駝的文明 所以對付馬國史 波斯人也有自己的方法 後期也可以轉出波斯工兵 進行海量工兵的壓制對手 也是可以考慮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伯格獵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研發經濟科技 提前時代就可以點一級龍一級木 空兵時代可以點二級龍二級木 這個效果讓他可以提早讓自己的經濟變得更好 而且他的經濟科技也有折剋 所以點下去的時候壓力也不會那麼大 波斯人他還可以在城堡時代時研發重裝騎士 但是他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研發重裝騎士的部分 只有這個血量跟對手一樣 但是攻擊力比對方多兩攻 這一點也算是 伯格獵人陳寶斯代時的一個優勢 那伯格獵人他的火槍跟火砲 傷害力也是特別高的 攻擊力加25% 火槍傷害可以到21點 火砲可以到50點傷害 非常痛 不過獵人他沒有攻城攻城師 所以他的火器射程會有點偏尷尬 偏手短一點點 比較可惜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一邊 兩邊都是馬國對決 紅色是我們的台灣職業選手 Soulakuma 也叫做天空熊 天空熊今天他是撞到了NBL NBL也是我們頻道的常客 我們就不解釋了 NBL最近的比賽中的表現 其實也算是中規中矩 但我覺得這樣就很好了 能維持自己的名次 比自己退步更為重要 那這邊看到波斯 天空熊是打了一個20p 點封這時代的一個流程 NBL這邊是找了 也是19p 不好意思看錯了 19p跟19p 兩邊都是一個19p點封劍時代的一個流程 OK 那看起來兩邊的打法沒有意外 都是落馬開局 不會有奇怪的開局方式 那天空熊這邊地圖 看起來比較尷尬 這個黃金有點遺留在右側的地方 雖然要圍的話也是可以圍得起來 但如果他要把城堡插在右側這個地方 設定的防守就會空虛 所以天空熊待會要思考的是 這裡要不要開一個城市中心 還有這裡要不要再開一個 直接往右發展 那左邊這裡也可以開一個挖石頭 那中間的話可能城堡就要插這個位置 或是要插在高地上 或是插前面這個地方 或是插對方石頭上都可以 OK 那這邊看到NBL 果然是走一個軍營 然後轉成馬舊的開局 那軍營方面是按了一隻槍兵 OK 這邊細節都有做好 早點按槍兵防守上 壓力也會比較小一點 我個人也是很喜歡 一上封建時代 就按一兩隻槍兵先防守 這個策略是比較少 會讓大家去忽略到的 你的槍兵早點出來 去防守去圍架的時候 壓力真的會小很多 天空雄這邊抓村民 好像抓到了 但是槍兵過來 槍兵防守的關係 這隻村民要抓掉其實很困難喔 這裡直接圍石 NBL這邊手速非常快 把這隻村民給救了起來 天空雄三隻肉馬 開始繞NBL的家裡 這邊有可能被包夾 往後拉 槍兵繼續追 現在槍兵雖然來到了四隻 NBL的家裡圍完 應該是可以稍微守住的 這邊想要戳 戳不到 天空雄這邊是採取了一個 非常小圍的方法 這個小圍的優點就是 木頭消耗量更少 而且可以更快灑出自己要的農田 應該見到時間會更短 但其實他這個小圍 其實也沒到小圍到哪裡去 他可能沒有看到這邊右邊可以圍到底 圍到底會更好 這裡圍到底 不然這樣子拉過來再拉過去 其實長度跟你拉到底的長度是差不多的 但沒有關係 天空雄有自己的想法 每個人的遊戲風格反而就會不一樣 那天空雄這邊為什麼會小圍 他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探圖探得不夠徹底 那為什麼不夠徹底呢 是因為他的弱馬在前面已經在前期騷擾了 所以自家地圖沒有在探明的狀況下 就只能選擇這樣的小圍 那MBA樓這邊是走一個防守室 他已經把自己家裡周圍的地形 已經探明晚了 所以他才可以知道這裡哪裡可以圍到底 畢竟我們這邊都是上帝視角 所以才可以這樣講 那天空雄這邊是早期就去偵查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看到自己家裡的地貌 OK 那天空雄這邊順利的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小圍的優點喔 就是可以更快升城堡時代 你看如果這些木頭跟木材房子 直接拉到右邊拉到底 然後這邊的房子也拉過來 拉到底 就可以委婉了 然後這邊的長度 這邊再拉過來 這些木材 木牆全部這邊拉到底 哇 其實木材的銷量是差不多的 這就是有探明地圖跟沒有探明地圖的一個差別 好 那有探明地圖的MBA樓呢 家裡就可以有大量的空地喔 可以去撒這個農田 農田區域相當的安全 好 MBA樓這邊是點下了城堡時代 而且惡農惡木已經點好了 在升級當中就點了 嗯 村民樹呢是一個 是40P打37P喔 然後 多次的工作效率喔 明顯的非常誇張喔 他是 連升時代喔 對我這個工作效率的提升喔 OK 天空熊把城堡中心蓋在了紫金的位置跟石頭鋪 待會可能會來先蓋個城堡防守 然後這邊挖石頭 待會可能要拉7-8個人去挖石頭 如果這個時候不挖的話 就要待會去挖一下 那天空熊在家裡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中心 下面補了一個 在石頭的位置 在石頭的位置 這裡要 這裡村民沒有在動喔 OK 這裡拉到八村去挖石頭 OK 那為什麼要這麼多人挖石頭 他這邊開 副石的部分喔 就是為了要去做防守室 這個地方先挖村移動城堡 防守壓力會更小一點 不然他前面這裡的高地會很麻煩 這裡可能要先補個防守 避免來對方壓寶 或是蓋個超戰之類的 這個是比較處於細節的部分 先不多談 OK 那MBL呢 這邊是先補下了森鋁還有輪守技術 但是我開始在撿聖物 好 天鋁熊補下了跟蹤技術 跟蹤技術補了下去 然後馬舊就去補 補了兩個馬舊 3TC繼續農 平總也點了 OK 波斯平總也點下去 待會要走一個騎兵路線 那伯克地人對上波斯這個對決 我個人覺得是 伯克地人他的優勢 就只有在地出那段時間 地後的話可能還是要轉火槍 但是要考慮到波斯有可能轉戰象的情況下 伯克地人可能可以用民兵去做交換 但民兵打戰象的額外增傷其實不多 所以可能還是要靠級兵去做處理 整體的交換下來 我覺得波斯人的優勢可能會更大一點 就要看MBL這邊帝王時代初期 能不能打出一波精彩的操作 好 這邊看到兩邊上城堡時代 這邊開招牆 欸 結果是天鋁熊先在這邊到地上面蓋了一根 房子 待會可能會刪除掉 然後再蓋一個新的城堡 那邊前面就是城堡 他可能沒有看到視野 那這個房子要滴掉了 欸 不滴 直接蓋在你第一處 What the fuck OK 高地堡 直接 直接隨便啦 隨便蓋了 OK 直接先說我們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手術太忙了 沒時間裡 直接先滴 不管他是不是高地了 先蓋再說 確實確實 直接選手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在 那我們是比較一般的玩家 就不太會去 注重這個手術需求 手術太慢了 所以就覺得沒差 他們是拼手術的 第一個房子也是需要手術的 OK 那 不過第一 這邊是點下了帝王時代升級 天空熊這邊有了生時代的時間減免的優勢喔 工作效率提升真的是有感 OK 這邊升上去 用自己的騎士壓退了對手 好 這邊被著想了一隻騎士 那裡被騎士亂串 補了一根城堡 好 上面過來防一下 家裡有點BBQ喔 天空這位騎士打得不錯 至少打到兩隻 然後就扛一隻收村 雖然沒殺到幾隻村民喔 但確實有讓對方喔 採收到一點壓力了 畢竟他家裡騎士數量真的太少 好 拉了一些馬上七中兵過來解一下 騎士的問題 好 這邊繼續砍 砍到七村喔 不錯不錯 波斯跟伯特獵人的自剑村子差距開始拉近了 好 再來到十村 去砍 天空熊就是對著MBL的村民一陣爆砍 再一刀十三村十四 哇 天空熊這波打得非常漂亮喔 本來只有兩村而已喔 後面終於殺到了比較多村喔 搞定了搞定了 天空熊這波應該是十拿 九穩 應該 應該沒問題啦 除了這麼多村 現在收村術還是有領先 而且待會波斯的工作效率喔 還是會繼續延續下去 只要不要太大的trouble出現喔 右邊這個金礦反正控好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OK 波斯這邊點一下了首推車 還有 增兵技術跟鍛造技術 準備要來提升一下攻擊力 還有自己村的運送速度 波斯這邊還補下了三級馬鎧 這個馬鎧補下去就穩了 如果要出戰象阿 或是要轉遊俠都可以 波斯也是有遊俠的 雖然他現在叫薩瓦爾 薩瓦爾 薩瓦爾比遊俠的攻擊力速度 還要快了0.1 但是血量少了15滴血 對於像伯恩帝這個馬上輕裝兵的組合 感覺是稍微有點不太有力的 因為伯恩帝人的地一下特別痛 如果快速迅速秒殺薩瓦爾的話 可能就不太好打了 那MBL這邊是沒有單純出馬上輕裝兵 連長槍兵也升級上去了 高手們都是一個 非常複雜的配兵方式 生鋁槍兵然後騎士 現在是這個組合 然後搭配工程器巨型托斯基 做一個壓制的動作 不會單一出把這個騎兵全部升上去 還是會轉一些東西出來防守 畢竟單一兵種實在太容易被克制了 好 這邊MBL 看到你怎麼停下來了 然後結果MBL也沒想要打的意思 慢慢拉回來 手一下巨頭更重要 快 兩邊加起來 但天空熊這裡很尷尬喔 他這邊是不是高地 所以沒有減傷 哇 這根堡有點尷尬了 沒有高地減傷 怎麼辦呢 所以拆的速度有點快喔 已經著火了 這就是為什麼城堡一定要蓋到高地處 蓋在高地的話 城堡有減免傷害的效果 而且可以高打地喔 傷會再更高一點點 原巨頭找到一隻騎士 有夠誰 OK 魂地人這裡補下了步兵鎧子啊 騎兵也要升級上去了 馬開只提升了一綁而已 OK 結果天空熊的城堡 果然是率先被拆除掉了 然後拉了幾隻馬方青裝兵 去打後方老頭 但老頭順利的活了下來 那邊都有出三旅喔 但是魂地的三旅 會比波斯的更強悍一點點喔 那待會有這個印刷技術 黃金補下去的是自己 加三 但是天空熊為了要針對對方的三旅 而且要乘點黃金 黃金線不太夠 轉了一些肉馬出來 要來逼滴 南邊有看到 左側有鬼 這個洞 這個洞不用火沒關係 對 好 正面有更多的肉馬過來 想要直接拆巨頭 但是馬上輕鬆變三很高 這裡能夠解掉嗎 上方的部隊 努力解 走出了巨頭 其實一台巨頭都沒拆掉 下面的部分則是用大量的級兵給戳爛 這就是先轉級兵的優勢喔 馬國對決 先轉級兵 先贏50% MBL這邊是拿到非常最大的優勢 天空熊這邊打出一共一個洞來 但是家裡又有城堡 哇 家裡補了一根堡 這個騷擾可能有限 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好 這裡趕快補下步兵鎧甲 拿一些強兵回來防守 強兵有補過來嗎 欸 MBL 似乎沒有看到家裡已經BBQ了喔 他可能覺得家裡有城堡在守 可以不用害看家裡 結果家裡已經出現了天空熊的騎兵隊 他現在裡面有彈道血喔 所以打的是有夠歪 解這些肉馬 也是解了有點 解到頭破血喔 好 MBL這邊繼續攻擊 不想讓天空熊有鬼龍的機會 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 MBL現在再示範給我們看了 好 這邊又補了一根堡 二根堡 二根堡也補下 哇 這邊先提步兵喔 步兵科技全體了 難道是要革命一波 如果是要革命的話 這邊村民可以繼續按喔 直接按到底沒有關係 但現在革命的造價喔 只要村民越做喔 造價就越貴喔 所以伯格地人這裡 待會可能還是要提個三攻跟縱火技術喔 才可以讓這個 民兵的效益喔 提升到最高 如果伯格地人不提馬凱 這一點就很奇怪喔 攻擊力也沒提升 但是先點了精銳 精銳馬上清裝 清裝兵 WTF 好 那BOSS這邊轉出來的是火槍 火槍打步兵的效果就很優秀囉 那如果這邊轉民兵出來的話 可能也不是很好 這邊可能現在稍微打一下 看一下戰況如何 OK 前方的火槍果然射掉了非常多的擊兵 但是後方MBL跟森林 招響了非常多的火槍 火槍一直叛變喔 讓MBL讓清清不同這邊的火槍陣喔 有點退出成軍的感覺 好 只剩下少量的九隻喔 但是MBL前面的槍兵喔 已經全部被射爆了 高打地的傷害實在太高 原地開火就是這麽厲害 後面的馬上清裝兵 拆掉了嗎 哇 巨頭又拆掉 好 下方的巨頭 十一兩邊在對峙當中 但是MBL火炮現在才剛出來而已 火炮趕快拉回家防守 欸 結果我們要拉回家嗎 下方只要有一台火炮 這兩台巨頭輕鬆拿掉 這根堡的壓力就會解除 有有有 拉了一台回來 那人應該要拉一塔 不錯 OK 火箱直接戳 這台是火槍 後面馬上清裝兵 還在騷擾 好 OK 左邊 城堡爆開了 天空熊這裏的巨頭C被拆光 尷尬 火炮果然一過來 沒得打 所以只能撤退 天空熊這邊經濟有點見底 肉類一直不夠 按了非常多肉馬跟火槍 這兩個單位都是吃肉的 MBL 補下了鑽瓦技術 提升了一下城堡的血量 這裡補了馬鎧 這裡馬鎧補下 果然還是要打這個馬上清裝兵 民兵真的是太難出現了 太難出現了 剛剛還以為他要革命一波了 先提升步兵鎧甲那些的 攻擊力也先升上去 馬鎧的不升 因為造場來講 你打步騎作戰的話 步兵卡甲伸上去之後 攻擊力 應該有時候可以先選擇先升攻擊力的做法 MBL這次的升級方式比較特別 看不出來他到底想打什麼 有一個正常的槍兵路線 沙拉庫馬點下了駱駝的升級 不能直接吃掉 右邊肉馬抓到了一些村民 這裡BDBD的很好 轉駱駝阿 這時候轉駱駝有料嗎 轉駱駝的用意是想要去克制馬上清裝奇兵 但是駱駝在這個時候出現遇到槍兵也是沒者 但現在天木熊是想要駱駝扛線 然後火槍去解決槍兵的一個做法 但是火炮的話就很難解 所以會有非常多的駱駝 這邊就是一個配兵組成很麻煩的地方 你不管怎麼解 這火槍直接點掉 可以 進入射程 NICE 天木熊這邊直接點發兩台火炮 好 往後射一下 再拉打 手槍射步兵 操控 速速 下方馬上集中兵過來 被集火 射爆 看來熱兵器還是厲害的 哇靠 怎麼革命了 這一波革命 太突然了MBL 那這裡工程器大的不多 在前線 但是先革命一波了 這一波革命天木熊 要是能守下來的話 可能會直接贏喔 現在可以看到 上方的經濟現在 NBL 180個軍事單位 線條直接淹了過去 這邊轉出戰象小賴 防守 戰象防這個民兵其實不錯 因為他打的大象傷害其實沒有這麼高 沒有上級兵這麼痛 好 反正在NBL這邊經濟 只剩下十隻村民 兩邊線條被拉得非常遠 NBL這一波革命 右兵也殺進去 開始在捅農地的村民 正前方的戰象能夠扛住嗎 NBL 忽然的革命 這一波 工程器只帶了三台 兩台火炮在後方 不知道在哪 不管 我們先看一下正面 這邊天空熊的火象還在拉達 但拉達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很容易會有抑傷的問題 就是你每次射一下 只能擊殺一隻民兵喔 這樣擊殺效率實在太差了 但是天空熊受不了 直接打出了GG 這一波民兵 搓爛了天空熊所有的防線 連右邊的村民跟礦區 農田全部也是 慘遭民兵的毒手 但這邊NBL有點尷尬 他剛剛 縱火沒有先點 後面中間補了一個縱火 然後村民就慢慢補了回來 那這個民兵一波流呢 已經在天梯跟職業賽裡面很少看到 沒想到NBL打一個措手不及的民兵 讓我有點驚慌失措 真的是沒有辦法耶 一來的話 戰項也很難扛住 雖然太少是扛不住的 而且右邊也沒有城堡 如果右邊有跟城堡的話 說不定還有機會可以守下 但很可惜 天空熊把所有的城堡都拿去進攻 而不是防守 那NBL則是把自己的城堡都插在家裡 進攻堡就只有這一根而已 這也算是防守堡也不算進攻堡 剛熊的打法有點像HERA以前那種想法 就是瘋狂進攻 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這個道理也是對的 但如果對方防守做得很到位的話 就會有點尷尬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是有伯恩帝人拿到7萬3的資源 資源大概贏了1萬 居士方面則是拿到1.05的KD 伯恩帝是0.95 兩邊看起來問題都不大 問題是NBL這招來得太突然 但是打了一個錯不及防 直接死去 至少如果你喜歡玩一波O1流的觀眾 這個步兵先提升上去 直接打出弗蘭明兵 那這個弗蘭明兵呢 至少是要搭配工程器 才可以打出更好的效果出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OK 掰掰 掰掰 Bai